李宗盛 想保留之前部長也很喜歡一些古典元素 所以我們也滿足父母的需要 但因為女兒都長大 她們都喜歡一些比較modern 比較時尚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元素 做了一個modern classic的設計 1400多呎的單位 串連了兩代人 兩種不同的風格 圓關隱藏式鞋櫃 工人房暗門 這類著重連貫性的設計 屬於新派時尚風格 連同廚房空間 作出了一些改動 目的是要引入更多自然光 原本圓關的位置 因為沒有天然光線進入 都比較暗 但因為我們做了改動之後 就可以將廚房原本的大窗的光線 引入到圓關為止 而我們亦都在地台 解選了一隻白色的雲石磚 令到可以加強光度 我們做了一個半腰的燙窗的設計 而這個設計 因為都是配合 他們很多時也會自己煮飯 也會邀請朋友和家人吃飯 可以避免當他們煮飯時有油煙 另外打開窗時 他們都可以多些 跟家人或朋友有多些互動 場紙、地板用上暖木式 電視組合季 由雲石和木材混合而成 這種裝潢流露出歐式古典味道 亦不其然有一種貴麗的感覺 我們都想在屋內多些木 例如帶一些比較溫暖的元素 看上去就會舒服一點 亦都不需要有很多很花巧的線條 當然他們都因為比較喜歡一些石的元素 所以我們都加插了很多石的元素 是在牆身或地上 看上去整間屋就會帶一些華麗的感覺 單位走廊至房間設計 在用色配搭上花了不少心思 通往睡房的空間運用大地色 那個色系我們都用了很多暖色 而我們在暖色方面 我們都選用了很多大地的顏色 例如一些米色 一些珈其色的系列 甚至一些深啡色 我們都會在屋內有些位置出現 米白並深綠色布料 但自然感覺較重 是其中一間房間的主題 我們都有一些modern的顏色系列 例如一些淺灰色 甚至我們都加了一些藍色和綠色元素 在兩間女屋房 其實主要我們床頭 都運用了一隻綠色去做主色 因為大女屋房 我們就用了一隻淺綠色 以及用了一隻深綠色去做配搭 因為我們都想帶回多一些流線型的線條 這樣就可以更加突顯到一個modern的感覺 深尋用色 加入木和石等素材 是主人房的設計風格 床背墨綠色的布料 樓線型的黑色雲石書桌 加上睡床旁邊半圓吊燈 滲出柔和的燈光 令整個空間有一種沉穩的感覺 然後再看它的成績 並且重視一下